今世做香港人 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你雲香港十九區 尋找香港鬼 仙人卡 港人講鬼 仙人的話 好 第四節回來 回來了 剛才你說你的同事也一樣有上海的經歷 是的 因為那一陣子 那陣子有些開始要裝修 有些以前難民營為下來的炮流 舊炮流仔 要拆掉它 是的 要拆掉 但是晚上沒有人在裝修 沒有人在拆 聽到叫聲 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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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IC和我的同期走過去 一邊找 找到 但是還聽到鋸鋸鋸 是明明在當 即是走到的層次 找到的聲音是從那裡來的 還聽到鋸鋸鋸 但任何事情都沒有 只能聽到鋸的聲音 其實也不會用鋸的 他們是用電鋸的 用鋸就有時間 鋸不難鋸 還能聽到鋸 是在現場 即是鋸鋸板的聲音 那一拍很矮的 在你面前 你站在那裏 這樣抹的頭就看到了 你走過去也還在鋸 是呀 聽到那些聲音 他都不收聲嗎 是呀 在哪裏來的 找不到 還在鋸一間 當聽不到 他們說都聽不到 接著就掉頭走 他直接走過去 到處照都不見人 沒有 有燈有成就沒有 即是那裏燈光火著的 是呀 真的假的 要鋸這樣怎樣 他要有聲音這樣怎樣 他很勤奮 死了都要開工 是呀 還在那裏不停鋸一聲 是呀 又去芝麻灣 是呀 上燈 現在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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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改變了 是 其實芝麻灣都很誇張 是呀 很誇張的 是呀 芝麻灣是否之前 芝麻灣是否麻風呢 是嗎 辣文營 辣文營 再之前 再早期 是否麻風呢 麻風那裏是否芝麻灣 以前那些生麻風 扔你去那裏等死的 是呀 是呀 要請教一下 要問一下歐陽大哥 師兄 是呀 七七年七八年 師兄大大大師兄 是呀 早期那些 是呀 是否芝麻灣呢 是呀 坐那個船呢 是否經芝麻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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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那時呀 坐 我們坐那時 最初都是坐煤窩船 乘一個小時 不是呀 那裏是大雨山 去煤窩 載白去佩奧 佩奧乘那些 好像Jerassic Park那些 車回去 哦 即是你 他那些 又不是街島來的 不是的 是呀 我最初是坐煤窩船 去煤窩 跟著坐巴士 過去貝奧 跟著再坐那些 又貝奧坐船 是呀 舊式那些 Jerassic Park後面 可以坐幾個人 即是很舊式那隻 是呀 是呀 喜寧州 即是麻風 是 芝麻灣 以前應該是 下營就是戒毒 是呀 是呀 要在那裏才去到的 我以前是這麽轉折的 嘩 不是呀 剛才你一上來 你跟我說你哥哥都出幾個事 不是呀 是我呀 你說你哥哥有人叫他 那個是叫我 是呀 是呀 我先說給你聽 是 叫我怎樣呢 又一晚又一晚 即是都是去年的事 嗯 有一天 就 我 夜晚 定忙 睡 夜晚 開著房門睡 那晚不知為何 我跟老公 調轉了位置睡 嗯 我睡在外面 他睡在裡面 嗯 睡一睡 突然有人叫我老公的名 嗯 即是那些 就是 家裏人叫開的那些語名 嗯 那叫 我聽到 我聽到 我又很累 聽到 叫我老公的語名 然後我又很順手 叫我老公 叫你呀 喂 叫你呀 起床 叫你呀 嗯 然後 叫你呀 然後 我叫我老公 叫你呀 叫你起床 玩呀 然後 這樣 然後我老公 哎呀 叫他第二天才來 叫我玩 嗯 就是 不是第一次的 是啊 不是 然後 後來 我和我老公 說回 那我老公 他說 是誰 我說 不是啊 好像三哥 即是你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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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三哥的聲音 但不是三哥的聲音 很像的 嗯 然後我馬上跟二哥說 嗯 我也是叫他自己二哥的 嗯 然後我跟二哥說 那二哥 昨晚有人喵喵 喵我 阿威仔 這樣 嗯 那 那聲音就好像小哥哥 三哥 小哥哥 嗯 當然叫小哥哥 但是那聲音就不是小哥哥 嗯 那聲音就不是小哥哥 嗯 那很像 但是不停喵喵喵喵が很多次 小輝不喘 即我老公我不喘 阿威口很累 那我回答他 他說下次 kad gr 那我只要答2000 叫 Which explain 叫叫吐那個聲音 我回答他 他應該沒有離開 我二哥立刻抱一條佛鏈 第一時間抱一條佛鏈 他跟我說是呀 是有個哥哥在這裡喊他 即是在這間屋裏沒有離開的 狗不狗會離開的 這間是種屋 現在是阿爺種屋 阿爺是其中一間種屋 狗不狗都會在這裏 我們家是沒有裝神偉的 甚麼都沒有裝 他狗不狗會找二哥去玩 他做夢的時候 一找他 我二哥會第一時間 他會看明天的報紙 即是在夢裏面 是 立刻找明天的報紙 樂合彩開甚麼 試過中過 但他沒有說多少 不透露 可能有多少 不透露 他看夢境沒有紙筆 只要他記住 他又不公平 我又不跟你老公說 不是 他會去 給父母 會做這些 這些是我未認識我老公之前 他直接入夢裏面 是帶他去玩的 其實這樣不是很好 是 你經常帶了個魂去 那人很累 是啊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沒有帶過我去玩 即是他是其中一個 好像我跟他去就好 他是其中夭折了的一個兒子 是你老公的家人裏面 他其實是我老公其中一個哥哥 腰折了那些 是啊 難怪的 我家條魚 有時我跟他玩玩 他突然很害怕 噓噓噓了去 即是他現在告訴你 即是經常都還在這裏 是啊 其實應該在這裏 不過我們都當他一家人 嗯 大哥說 芝麻灣九曲十三灣 去時沒有命 是啊 是啊 有的 是 我有個客人 我經常坐我們說話 他說他一生人 就沒有試過靈異野的 只是他媽媽 他媽媽死了 就見過了 他說那晚應該是回魂的 嗯 他老公 他的兒子 就住那間屋子 因為他是大兒子 嗯 他相信他媽媽會回去那裏 嗯 就把所有東西放在那裏 那他的妹子 就是他奶奶很疼那個女兒 上來他家裡 他回魂那晚 有房子就不睡 就睡在他聽到 嗯 兩夫妻就睡在他聽到 嗯 OK 那那晚呢 他們不是有寫的 人死了就有一張榜 就會告訴那些家人 西邊來 東邊去 然後雲頭幾多 雲頭幾高 就是幾多天 他就是頭七 幾多天他就是回魂了 那那晚應該是回魂的 嗯 他就 他很聽到 他就聽到聲 嗯 那裡有一些鎖鏈的聲 就在 在門口 嗯 去到 去到門口 就開始沒有了 嗯 接著呢 他就感覺到有人進來 嗯 一進來之後呢 就先到廚房那裏 因為他婆婆的生平 很煮東西 哦 一到廚房 就在那裡吵 吵完一大便 她就醒了 醒了就問他老公 那時候他老公還沒死 再生 聽到廚房的聲音 他老公就聽不到 好吵啊 你聽到嗎 他聽不到啊 不要管 其實那些藍我幫你做事 叫你不要管 什麼都不要管 他說聽不到就算了 在廚房做完一段時間 回到另一個 生前睡的房間 你感覺到的 聽到腳步聲慢慢走 然後去了他自己的房間 又聽到抬頭的燈 吵完一大陣 約莫那段時間 搞了九個字左右 所有的聲音就完 接著他又聽到腳步聲 就不是在門口走的 在窗裡 他不知從那邊來 這邊走 在廚房窗裡走 他發覺很奇怪 當他一離開 他感覺到腳步聲 去到廚房窗的位置 他又聽到鎖鏈的聲 然後就走了 他整晚就聽到這些聲 跟他老公說不信 第二天就起來 就看到他的小姑子 他的小姑子 兩姑娘起床 就問他 喂小姑子 我一生人 我不是很相信這些事情 但我昨晚聽到你媽媽回來 一回來就在門口 沒有鎖鏈聲 進了廚房 廚房之後又在房間 我整晚很吵 你聽不聽到 然後他說 聽到 你聽到 我不止聽到 我看不到 他說你見到甚麼 他說去廚房吵的時候 他是聽到的 然後慢慢 他就從廚房走回 經過廚房 走回到房間 去自己的房間 我不是說他的小姑子 不肯在房間睡 不肯睡 他媽媽的房間 就走出去廚房 他是 見到有個白影 他在他身邊 他感覺到他媽媽是在他身邊 他一進去 他一進去 他眨眼眨 有個白影 閃了一閃就沒有了 然後 正當他想套牙 正當他想周圍眨 看看他媽去哪兒 他見到他很大的碼頭 很大的碼頭的樣子 然後 立刻 穿著臉 很大的碼頭 這樣看著 他說 見完那個碼頭之後 他衰足三年 牛頭馬面 病 輸錢 生意 明明當生意有得做 他又倒閉了 他衰足三年才好回來 是啊 是啊 然後 他這件事 他還說回那個 幫他做事的男子 叫你回避 你走出去廚房幹什麼 他說 他說他想見 他說他想見他媽媽 你想見不是這樣見的 他不好的 還有第二天 他叫他趕著 他趕著他 等把剪刀送他走 他就要 那個碼頭就在這裡 他這樣看著他 看了很大的碼頭的樣子 衰足三年 真的奉勸各位 你和那個親人 幾好都好 你讓他走得安心些 因為他眷戀他不走 更差 是啊 他走 他死了之後 燒什麼都給他 沒有用 他在生之前孝順就可以了 是啊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你死了 燒金塔 燒什麼都沒有用 是否收到一個問題 在生之前 對他好一點就可以了 是 這個是真的 今晚多謝Kitty再上來 說一些 如果有些同事可以分享都可以 同事 不知道他肯不肯 讓我問一下 是啊 有空給我問一下 我們今晚也有個廣播劇說 拿雞拉報名 參加我們的網趣 你也來 你也來 Kitty也來 那晚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你問我煲湯也可以 好 好 大家先聽完廣播劇 Carmen下個禮拜會回來 好 下個禮拜可能有很多女生 我們的嘉賓 一定是 記住看 下個禮拜記住看 記住看 記住報名 好 看廣播劇才好走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話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姓陳 大約在20年前 我在一間 李式快餐店裡 做一個叫分區經理的職位 即是叫我管四五間分店 不要搞錯 我做那間 不是賣包的 想知道哪間 就自己猜猜 問從小到大 我都不是一個信鬼神之說的人 直到 我在這間美式餐廳 遇到一些事情之後 我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今時今日 如果你問我 這個世界有沒有鬼神呢 我可以回答你 神我沒見過 我不知道 但鬼就一定有 因為我見過不止一次 話說當年公司 在沙田某個大型商場開了一間分店 於是就在香港和九龍的各間分店裡 抽了一些職員去幫忙 而我當時還是一個分店的副經理 亦都被公司調去新的這間店裡幫忙 調去沙田這間店 第一、二個星期 我都是回早間 每日七點半上班 三點半下班 到了第三個星期 我才開始回夜間 我這份副經理的工作 除了要下手下腳去做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一晚 收店之後埋債 其他做經理的同事 都習慣留在家 小到轉身都轉不到的 所謂經理室裡做埋債的工作 而我就很不喜歡 在這麼壓迫的空間裡做事 於是 每晚我收了泡 下了燈之後 我就拿了一些文件出去 餐廳大堂那裡做埋債的工作 我會坐在餐廳大堂裡 其中一間桌子那裡 我選擇這個位置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位置 可以讓我直望到廚房 方便我看著廚房同事做清潔 才好收工 不好意思 因為這件事都過了20年了 很多細節 情節我未必記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就不要見怪了 我記得我開始在這間店 回了幾個夜晚間的時候 其中一晚我就像剛才說的情況一樣 坐在大堂那裡賣債 那晚店頭的債務被平日混亂 幾部收銀機的債務都很有問題 遇到這樣的情況 公司的指示裡面 都會叫我們注意一下 是否那些員工手腳不乾淨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種快餐店 請請來的都是那些小小小小小 偷錢這家真的經常發生 我在想今天幾個人做過收銀位的時候 我下意識地抬頭 看過去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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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於是我就走進去廚房看看 當我推開廚房門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穿紅色衣的人影 在我前面沒有多遠的位置 閃進廚房後面 我當時的確是被這個人影嚇了一跳 但我不怕 我也說過 我當時也不相信鬼神之說 於是我就跟人影閃去的地方走過去 這個人影 紅色人影 閃進去的地方 是廚房的盡頭 裡面有幾個大升盤之外 都沒有其他東西了 更莫說是其他出入口或房間 一句說完就是一眼看完 原來還有三個同事在裏做清潔 真是不明白 為什麼我在外面會看到 進來的 完全看不到他們三個 之前明明會看到的 大家可能會說 我看到那個紅色人影 會不會是他們三個呢 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 不是 雖然我看不到 那個紅色人影是男是女 穿什麼服裝 但我很肯定 他全身都是紅色的 但是他們說 我們當時的行色制服 清一色行色沒有理由 看錯變成紅色的 我當時沒有去再探究 這個紅色人影的事 那盤掃真的很煩 於是我就走回去櫃面 倒杯凍水喝一下 清醒一下 會不會是眼花 我走到櫃面才記得 那些紙杯已經收起來了 我就彎身在櫃桌下面 鋼架拿著紙杯 當我蹲在地上 開著紙杯的膠袋的時候 我不以為然這樣 從鋼架的空隙上 又看到廚房 因為鋼架上 全部都是廚房的熱櫃 是看得通進去的 但是又看不完 我就只能夠從這個鋼架的空隙 看到廚房的地面 但是我竟然不看到廚房的那個位 就是下面那個位 那個隙間通過去 有一雙紅色的瘦花鞋 是一雙人穿著的紅色的瘦花鞋 就是說 旁邊的廚房櫃 站在我面前 有人穿著紅色的瘦花鞋 坦白說 我從來都不相信鬼神 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 我大約猶疑多幾秒鐘 才夠膽站起來 看進去紅色的瘦花鞋那個位 當時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會看到一個全身紅色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 但是結果我什麼都看不到 這個沙田的大型商場 當年還是現在都好 都非常非常旺 那時這間店非常好 那麼生意 當時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這個紅色瘦花鞋的事 但是 沒多久之後 就有個做清潔的阿姐 不肯回夜間 我們做這些快餐店 其實最喜歡請的 就不是年輕子女 而是那些中寧的婦女 不要搞錯 我不是想學西瓜頭這樣說 中女食服務 而是我們這行 貪這些師奶 不會像那些年輕女 那樣經常放飛機不上班 所以阿姨扭計 不肯上班的事情 我們都要跟她聊聊天 可以給她一些甜頭 就是之後的假 希望她可以做些上班 肯上班 定位 我記得 當時我找了一個 不肯回夜間的珍姐 進去傾理室裡聊 她當時給我的答案是 我…我不回夜間的 這個地方不乾淨 我知道只有我一個看到 你們不相信 總之要我回夜 我就寧願不做 聽到珍姐這樣說 我做這些快餐店的人來說 是一件很出奇的事 因為我們這行有個習慣 就是大部分員工都只是用兼職去請 唯獨是這些中年阿姨 因為可以天天上班 通常公司都會給她們做全職 那時香港開始經濟轉型 好像珍姐這些 原本做開工廠的中年婦女 很難才找到穩定的工作 珍姐竟然情願不做 也不回夜間 所以這件事真的十分出奇 如果平時我都未必相信 就這樣就會相信 珍姐所說的原因 但今次 因為我也見過 所以我就再問珍姐 你看到那些東西? 是怎樣的? 不要吹水喔! 珍姐就小聲地回答我 這個朋友仔 好猛的 全身穿了紅色衣服 對鞋 都是紅色的 我聽見珍姐這樣回答我就 毛腕都動了 因為我不想珍姐知道我見過 免得這些傳聞滿天飛 於是我就用試探的語氣再問珍姐 不是吧? 這麼恐怖? 是不是又是那些 紅色瘦花鞋? 拍戲嗎? 是啊! 就是紅色瘦花鞋那種 就這樣吧 當我聽到珍姐的答案 我當時真的覺得很河 因為 從我上一次見到紅色瘦花鞋之後 我從來沒有任何人說過這件事 也沒有聽過同事在店裡說過對峙的事情 但是珍姐所說的 竟然跟我見到的不謀而合 當時雖然我說是不相信鬼神 但是也沒得再不相信 接著我都很大膽地跟我的上司說過 這雙紅色瘦花鞋的事 但是始終我們是一間你識的快產店 加上背後的是一個英國的大財團 這些公司又怎會去理這些事呢? 不過以我所知 這個英國的財團 他們在香港的某個商場 後來都發生過一宗很大的撞鬼事件 聽說搞到那些鬼佬都要去現場莊香拜神 這件事我有時間再說過給大家聽 說回對峙的紅色瘦花鞋吧 公司最後當然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去處理 而珍姐也真的辭了工 我都沒有再見過紅色瘦花鞋或者紅色人影 但是紅色瘦花鞋和紅色人影的事 就開始在店裡串開了 我好奇心驅使後找了幾個回夜間的同事 請他們出去吃飲 其中有兩個就言之作作地跟我說 他親眼看到店裡賭垃圾和送貨的後巷那裡 有個紅衣的人影飛過 而他們還說 當時不只他們兩三個看到 是整班收野的人都看到 而其中有兩三個竟然跟我一樣 是廚房彎低身的時候 看到對面的紅色瘦花鞋 但一站起來就真的見不到有人 即是跟我那次看到的 情景完全一模一樣 紅色瘦花鞋出現的形式 是連之前說見到野珍姐 都不知道也沒有提過 即是我說這雙紅色瘦花鞋開始 不只是我一個看到了 直到一晚還有五分鐘的手抱 因為只剩兩三台客 我就把餐廳大堂一部份的燈關了 也拿了文件出去了卡位坐來賣帳 當我賣頭又在一盤帳的時候 我眼過瞧到有人坐在我的對面 平時 那些同事都會這樣走來 坐下來問我有沒有什麼要幫忙 例如我幫我數一下多少包糖 多少寺杯證 所以當時那一刻我都沒有留意到 是什麼人坐在我面前 直到坐在我面前這個人 開聲跟我說話 我才把我的視線 從數寶到看回這個人 當我見到坐在我面前 是一個全身穿古裝的女人 請大家原諒我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女人套衫 是哪個年代 什麼花款 但總之 就不是現在的年代 是古裝來的 我只知道除了一身 都是紅色衫褲之外 還有一條揹帶 揹著一個B 他坐在我面前 他就問我 先生 想請問一下你 現在是什麼年份 我當時嚇到差不多 賴尿 失禁 但我沒有起身離開 因為我根本起不到身 好像被空氣 壓著在椅子上 我就唯有回答個女人 現在 1987年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1987年 是什麼意思 蛤 那現在是不是這個年號 好啊 這個紅衫女人 把她手掌上面 一腳硬幣 遞在我面前 給我看 我看得很清楚 她手掌上的是一個銅錢 中間穿個正方形的洞 而我更加看到銅錢上面 四日字刻住 乾隆通報 我當時 我怕得 方欣欣欣回答這個 紅衫女人 太太 我沒有讀中史 我怎麼知道 1986年 乾隆什麼年 我都過了幾百年吧 紅衫女人 一聽見我這樣說 就臉色一沉 這樣再說 蛤 已經過了幾百年 為什麼我老公還沒回來 我當時已經怕得 失了汗 我很大聲大叫 太太 你等老公你就去第二書等 不要在這裡等 我做完的事就下班了 求求你 你不要妨礙我 當紅衫女人聽到這樣說 她見得很過意不去 這樣說 對不起啊 真是打擾到你 以前我見到這裡沒那麼熱鬧 我見到這裡這麼多人 才在山上帶個兒子下來 看看會不會找到我老公 原來我打擾到你 原來我打擾到你 真的很對不起 真的 既然是這樣 我還是走了 打擾到你 真的不好意思 當這個紅衫女人 起身離開的時候 我見到她穿著的鞋 正正是我之前見過的那一對瘦花鞋 我看著這裡 紅衫女人離開的背影的時候 突然被人推了一下 推到我幾乎跌落地 但當我有這個會跌落地的意識 那時我抬頭一望 我就見到 我其中的一個收夜的同事 喂 起身啊 還睡 我們快要做完的事 還不快手 我們絕對不會等你 我當時才知道 原來剛才 只是自己睡著了 唉 自己只是做了個夢 釣魚坐一坐就醒了 到了第二天 我上班接間的時候 早間的經理就跟我說 喂 陳先生 為什麼你這麼搞笑 放了幾個銅錢 入收銀機 今早收銀姐姐 一打開就見到了 我接過同事手上 放了她所說的 所謂銅錢 入個透明膠袋 我仔細一望 全部都是全龍通報 每天都要做 想口齒鱗鱗 每天笑未言人 現在美國的 Opalacis美白牙膠幫到你 由美國製造的 齒托式美白牙膠 成分了 全溶化簡單 現在只需要每天一個小時 就可以令牙齒 變得明亮和結白 那你不用經常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裡輕鬆的美白 現在在store.mihk.tv 已經可以買了